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台灣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2月26日 即是前天的時候 大陸的海關總署忽然間宣布了 要暫停從台灣進口鳳梨 一度令到台灣的業界大為緊張 因為台灣每年的鳳梨產量 有超過九成就是銷售到大陸 一旦大陸不買的時候 就會對於當地產業造成很大的衝擊 但是在兩天過後來到今天 台灣的鳳梨就重現了曙光 因為不少的台灣企業和民眾 都響應了台灣政府的呼籲 紛紛去搶購鳳梨 再加上日本方面又有企業願意出手相助 使得台灣軟銷到日本的鳳梨數量 比去年還多了六成二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大陸是以什麼原因 來宣佈暫停進口台灣的鳳梨 大陸的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證實 自從去年以來 大陸海關多次從台灣輸入的鳳梨當中 截獲到有害生物 而這些有害生物一旦傳入到大陸 將會對大陸的農業生產和生態安全 造成嚴重的威脅 為了從源頭攔截植物疫情的風險 大陸海關總署決定 從3月1日開始 暫停從台灣輸入鳳梨 面對著這麼嚴重的指控 到底台灣方面又有什麼反駁呢 台灣的總統府發言人張淳涵說 從去年到現在 台灣的鳳梨銷售往中國的檢驗合格率 是高達99.79% 因此他認為 大陸這樣的行為並不是善意的行為 其實大陸要停止從外地輸入農產品 總有它的原因 其中一個常見的原因 就是在農產品的時候 發現到有什麼有害生物 其實大陸抵制澳洲農產品的時候 他也是用上了類似的原因 但正如張淳涵所說 台灣鳳梨的合格率是到99.79% 即是一萬隻只有21隻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之中 究竟那些有害生物 是會對於大陸的生態環境 造成什麼的嚴重影響呢 其實都是一個講字 本身大陸有很多產業 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更加嚴重 所以他不輸入你的產品 一定有他的藉口 但是到有朝一日 大陸決定要解封這些農產品的時候 就算那個合格率 仍然是保持著差不多 也好 他也總有其他原因 又說可以解封 所以這些事情只不過是要聽聽 其實台灣鳳梨 在去年的總產量是45600多噸 其中的41600噸 就是輸出到大陸 所以大陸佔了整個出口份額的九成有多 其次輸出到哪裡 就是日本佔了2100噸 香港佔了1180噸 新加坡只有420噸 所以大陸的市場主宰了台灣鳳梨的收益 問題就是現在大陸說不進口 四萬多噸 究竟要賣去哪裡 台灣真的很厲害 經過他們兩天的呼籲之後 竟然將鳳梨掃貨掃得七七八八 所以你也別說他不厲害 到底台灣陸委會主委陳吉仲 他就推出了哪些措施來應對大陸暫停入口 這個問題 他是有三大措施的 大家又聽聽 其實他們所推的措施 跟澳洲貿易部長所做的事都是差不多 第一行的措施就是要拓展外銷市場 通過提高海外託銷獎勵金 銷售業績獎勵金 以及加強和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際市場行銷活動 目標就是要每年向這些新興市場出口三萬噸的鳳梨 換言之台灣就打算將外銷的比例從現時的不足一成提升到接近七成半 因為他每年四萬六千噸 現在目標就是賣去外國三萬噸 第二行措施就是啟動多元加工 預計能夠增加兩萬噸的鳳梨銷售 即是利用鳳梨製造一些副產品 比如說鳳梨酥、豬魚此類 第三行措施就是全面啟動國內行銷 呼籲台灣的消費者用新台幣來照顧台灣的農民 這個呼籲就是非常現實 因為始終你說外銷去到其他國家都叫做軟水未能夠近火 如果大陸一說不買的時候 你那些收成怎樣解決 你本地的消費者就是及時雨 所以這三項措施就是很對提的 問題就是你呼籲而已 到底那些人願不願意聽你的呼籲 台灣人厲害了 他們願意團結 原來經過這兩天之後 台灣有不少的大企業都決定要加購鳳梨 比如說台灣的大立光電和二美食品 就決定要預購1,600噸的鳳梨 而高餅業界的人士也決定要應購5,000噸的鳳梨 用在加工產品上 1,600噸再加5,000噸就說是6,600噸 這個農委會定了目標 就說內銷要2萬噸 即是說不到兩天的時間 已經達到了三成的目標 所以人家真是夠團結 肯真金白銀地付錢去買 這個就真是做到情意相挺了 因為台灣的人其實他們自己都心知肚明 就是今天大陸能夠暫停鳳梨的進口 翌日他又可以用不同的原因 來暫停其他農產品的進口 如果他們今天面對著鳳梨業界現在這個困境 是決定要袖手旁觀 決定假裝看不到國家自掃門前說的話 翌日如果有另一種農產品又出事 這樣就只會做到一種情況就是惡性循環 是沒完沒了的 如果你今天不支持鳳梨的話 翌日你的產品出事也沒有人支持你 所以他們就做到一件事就是團結 除了說台灣本地的銷路以外 農委會還說要外銷 厲害了 日本方面看到這個消息 馬上就走去瘋狂地大手掃貨了 根據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所說 在大陸宣布暫停從台灣進口鳳梨之後 有澳洲、越南、新加坡和日本的業界人士 主動聯絡台灣 希望買更多台灣鳳梨 而在昨天一日 日本的訂單已經增加了30% 據台灣政府的評估 說今年鳳梨銷售到日本的數字 將會比去年增加最少62% 從2000多噸 就增加到3500噸 當然了 3500噸 完全是未曾消化得了 本泥賣去大陸的份額 因為大陸佔了4萬1千噸 所以其餘的份額就要由其他海外市場 以及內部需求消費了它 現在台灣所面對這個困境 就和去年澳洲面對的困境差不多 大家都是被迫地擺脫對中國單一市場的依賴 雖然說過程是有個陣痛在 但是如果他們能夠成功地找到海外市場的話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一件壞事 雖然來說如果有一個大靠山 有一個單一市場 是願意入口你九成份額的農產品 對於那些業界人士來說就會放心很多 因為他們又不怕生產完之後 沒有人買會令到市場價格暴跌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既然大陸都暫停進口的時候 你被迫都要去海外開拓一些新的市場 你一旦開拓了這些新市場的時候 就能夠做到分散風險的效果 就算哪一個市場 忽然之間說暫停進口你那些東西都好 你起碼還有其他的銷路 就不需要像現在這樣 那麼閉毅 又要拿手不成勢 其實對於台灣來說也是一個考驗 就是說不單止要為鳳梨尋找出路 而且也開始要為其他農產品 制定了應變計劃 因為大陸禁止你的鳳梨 以後又不知禁什麼 就像去年的澳洲差不多 被大陸禁止牛肉 然後又龍蝦 又大麥 又紅酒 諸如此類 但是如果你是能夠找到海外的新市場 以後就不會有任何一個單一市場 能夠騎著你 不能夠吃得到你了 那你的競爭能力才會提升 如果你每次都說 依賴九成的農產品都輸出到單一市場 那個單一市場永遠就是會吃著你 就變成好像在經濟上支配你一樣 所以它不進口你這個鳳梨 就未必是一件壞事 只要你能夠用盡方法外銷你的鳳梨 又或者是通過刺激內需的方法消費了它 反正退一步一樣是海闊天空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